好啦 跟各位講了一件事情 今天這集影片各位看到 那是賺到啊 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今天啊 這個各位眾所皆知在我們精英杯 表現非常出色的 AT呢 清傳 要怎麼來守我們的Tracy McGrady 那各位今天眼睛都不要炸一下 今天這集影片的那個含金量啊 目前為止本頻道最多 最多的一次 一點都不要了 我交了好不好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自己覺得 這一套呢 是可以幫助各位在 顛風賽呢 是會有 呃 不錯的表現的 怎麼這28 呵呵呵呵 哎呀沒有啦 剛才還在實驗啦 那我來講這一把 我先跟各位講個基本觀念啊 邊看邊學啊 保證你們今天會學到一些東西的 我們這一套配置呢 是這個樣子 首先呢 我們一開始這個陣容呢 1號位 保羅 2號位 McGrady 3號位的話是我們Devis 那這一套來說的話 各位要記得一些事情 我們的Tracy McGrady 要跟戴維斯換位 我們這個時間點的話給各位看一下 1號位 2號位這邊 去守對面的McGrady 然後讓Anson Davis 去守外線的 2號位 也就是讓他去守李夢這個位置 讓他呢 可以用 呃 衝刺回防方式 去衝到對面李夢的位置 因為通常Devis這個位置的話 你直接用那個 加速去守他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對面是戴維斯 完全不用這樣做 如果對面是MB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考慮一下 但是呢 呃 因為對面是戴維斯 頂多就2分 我們這個做法呢 放2不放3 2號位會隨時過去 協防李夢那個位置 但是呢 這邊 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是直接 完全的限制住了 Tracy McGrady 往左圖 往右圖的那個位置 你在那個情況之下的話 先不用按加速 除非你認為他準備呢 要執行他一整波的連段之後 你再按加速就好 因為其實兩邊都可以 防住了情況之下的話 站位是比較往他的 突破邊去靠的 所以你不用加速也是可以跟得到的 你如果暴船或什麼之類的話 是有機率可以 呃 抄截 你看 他剛才那個頭上變成一個 一魚抄截啊 然後這邊的話 直接球拿下來 剛才那個是幸運的啦 我剛剛看錯了 我以為是我把他抄截下來的 好 接著 1號位 2號位 兩邊人 一人踩一邊 然後讓戴維斯去守李夢 那直接踩到 那通常這樣子的話 戴維斯會比較難去抓籃板 這個會比較需要思考一下 但整體而言的話 就算戴維斯有空位 他還是可以進去 呃 拿個兩分什麼之類的 對 真的 保羅 你遇上他會真的會蠻難受的 好 這邊一樣 1甲2 你看 這樣子踩到底 他就算這個甲頭 調整的話 也是沒辦法讓他出到空檔的 然後 剛才你可以看到 我們的戴維斯是直接 衝到我們的李夢面前 各位仔細看喔 直接 這個 衝送回防 衝到李夢面前 那你甚至也不用去做火鍋 直接干擾就可以了 你就變成了一個 同時有胡里奧的大絕 再加上 360火鍋 也就是我們 Lebron Jobs 你是這兩個的結合體 你直接把外線李夢 鎖到 完全不用打 這就是我認為這一套很厲害的地方 好 McGrady自己進攻 我認為都不會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那有問題的話 就得說 那McGrady可能需要再練練啦 好 裡面 這邊直接灌 他這邊抖了一下 他這邊不抖的話是直接可以扣進去 因為 剛才你們可以看到 Device已經跳了 剛才那一球是完全 不需要去擔心他回到你身邊的 對 單排沒有這麼默契 你要三排 這套是專門for三排用的 好 這邊 傳個McGrady 左邊踩好 你看到沒有 就怎麼樣他都會在他的面前 就怎麼踩都會在他的面前 然後這邊直接抄劫 抄掉 然後全運回到我們身上 然後這個時候開啟我們球場指揮官 然後 然後就得看這裡的話 喔 中頭賊來 對 這一套是我 學習了我們 A-T 就是 他來我們DC這邊直接 親自授課啊 我跟那個 桃園庫里就是 這個授意良多啊 好不好 也是感謝我們這家A-T啊 好 兩人包夾 這邊嘗試一個三分球出手沒進 藍底下這邊 戴維斯直接 誒 扣進去 這套我個人認為是很好的 但是呢 這裡我就要講版面例子了 那我來講一下失敗那幾場發生什麼事情 看一下是哪一場失敗是比較慘 喔 對 你像有TATAN的話就會變成 如果我們今天戴維斯守不住TATAN這個位置的話 那就會變很慘 這場比賽就是因為那個 好 這把我覺得可以看 這把輸了我覺得略帶可惜 這個距離要抓得很好 對 因為 你的戴維斯同時 你要再 偏內線一點 但是呢 又有辦法啟動300米的那個充施回防這個被動 這個是很考驗戴維斯的 外線12號位的話真的就是啥 雙方不用做 你就站著看就好了 這把比賽 我也忘記具體來說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這個情況是什麼 藍底下的這邊 代維斯直接扣 Westbrook的話是擁有全明星界派對裡面 所有球裡面速度最快的一個球員 但是呢 這裡就也有暴露他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 中投跟三分都非常的差 除非你去特化他 但是我覺得特化也不一定有辦法 拿到好的效果 我 屋頂位置變成那個 MG被一手三啦 但是有任何空位的話 你還是可以嘗試給威少做一個出手機會啦 然後最後 MG出手 全回進 然後藍底下扣 MG完全被限制住了 藍底下 這邊 老瞻是直接 花式啊 花式這也沒辦法 好 嘗試三分 我覺得三分前面先投掉 因為其實你老實說 你大概威少2中1 或3中1啊 就有時候有點慘啊 這個地方的話 我覺得是我的失誤 這球下次我會知道說就是 你的閃電攔截呢 詹姆斯傳球給你的路徑當中 你就該閃電抄截 但你不應該在MG身邊的話 你還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會導致於我失位的原因 對我剛剛按了一個閃電抄截 各位有看到嗎 我按了一下 威少就在那邊抖 對 然後我按了一個抄截 這邊是絕對是我失誤 所以導致於這把比賽 就變成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樣子 那我是覺得威少這邊的話 你就直接站著 然後不要讓他有任何出手機會 這樣就好了 你不用嘗試把球拿掉 剛才那個地方的話是 MG站位的話 是我沒辦法出手的機會 好這邊 打一下自己進攻 對這邊的話 一樣是讓MG難受 左邊都踩死 然後最後讓戴維斯進去灌籃 其實這邊 這也是個關鍵口訣 就是讓二不讓三 這個非常經典 但是確實是 你打MG應該做的事情 呃 這裡的話就是 你要我講嘛 我是覺得 他應該傳給我做三分啦 電風賽的那個 排名我現在沒有這麼重視啊 反正我時間點下去一樣打他上去嘛 好 這邊提交給我 二中一啊 各位記得二中一 通常啦 你如果塞一點的話就是三中一啊 好這邊被晃倒 被晃倒就是真的無解啊 衝出去 也不用衝啦 就直接回防就好了 左邊踩死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是保羅 其實你應該是要可以抄劫了 對 對 如果MG在那邊的話 其實他是正在想要怎麼進攻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要可以抄劫了 所以我覺得 我原本想說 威少既然速度比他快的話 應該要 比較好去守MG 因為他畢竟還會傳導回去 讓他洗那個 三威血嘛 我原本是想說這樣子 我在想 他的抄劫應該要蠻強的 對 在我眼裡他應該要蠻強的抄劫 選擇中頭 我覺得這邊是關鍵決策失誤 他剛才那球 假設啦 他是三分球的話 你看下一球 你看下一球 因為詹姆斯這邊也是 不太可能有機會打出來嘛 各位可以看到 戴維斯進去隨便灌 如果剛才踩到的是三分球的話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機會 因為後來的話我們這邊 這邊是MG頂一個紅干擾鏡的 所以這把輸的原因 是在於說這一顆啦 就這一顆 所以我覺得 不能怪這一套的錯誤 只能說他不然失誤踩到一個 兩分那個 閃電超級的追平那一球 我覺得那一球可以看 那這把比賽的話 其實我們從頭到尾 打都還蠻接近的 這把是超貼 這把的話是我們前面的話 因為有Tayton 有恩彼得 就是我們的戴維斯 會變得超累 因為他兩邊都得要守 就是他變得超累 我來講一下我們前面去的挺慘的 好一個橫側跳投 就是最後假投調整之後 這個三分球進了 幹兩分中投 這球 欸為什麼會長這樣子 喔因為多加了一個檔拆啦 MG這邊沒有踩到 好我們在最後一分鐘 我們這邊落後五分對不對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三分球 我前面投過一球啦 所以二中一 沒繞掉檔 對對對對對 好兩個人包MG 完全沒辦法出控檔的 Tayton其實這邊 他選擇中投也是有機會的 這邊是選擇中投 因為那個剛才好像 戴維斯有點被 被干擾到了 被繞到了 然後Tayton這邊 連續幾波的 這個算是 輕鬆三分球啦 然後導致於 這個最後15秒 欸15秒要得五分 多難 各位同學 對 兩個人空位不應該 那個絕對是不應該出現那個空檔 好這邊頂輕微干擾 進一球 好接著的話 是關鍵一球啦 各位 好9萬人病 這邊閃電超級 超下來 然後兩分直接得手 我因為MG那個地方 剛才出手過 然後我覺得他應該不會進 所以我這邊 直接拿下這球 這球我們那個時候看到是超激動 超級激動 現在克里斯保羅已經成為 守MG的最大殺氣啦 然後我得說啦 這個桃園庫里可能 戴維斯不是這麼的專精啦 所以他打起來有點 沒有這麼的感覺舒服啦 說實在啦 需要滿圖嗎?我零圖 這邊直接被灌進去 沒辦法 因為他直接內線切啦 其實後面的話就是 經典的那個 賣敵局啦 後面其實我沒什麼 需要特別評論了 就是經典的賣敵局 但後面的防守 我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對就是兩人踩賣敵 然後恩比德這邊 其實基本上 已經是一個 沒什麼特別在出手的時間點 然後籃板捍毀者 這裡Tayton 出手一次沒有進 然後頂著紅干擾 出手沒進 我們戴維斯拿下籃板之後 球這邊 再給我們Grady回傳給我 不斷嘗試到打 最後繞出一個大空打 直接 來了一個三分球 對 這把也是有一點 那個啊 系統局啦 就是Tayton 後面被塔 那個鐵圖母啊 就有夠鐵啊 所以導致我們這把最後能贏啊 也一方面也是多歸我們這個Tayton 就是Tayton這邊其實被放超多空檔的 他剛才好像至少四到五空檔全部不進了 現在手的麥迪就是用龜龜跟寶摩 對沒錯 放這些讓桃園庫裡丟臉 他媽的咧 我要看閃電追屏 沒有啦 人家都說他想看了 你們在那邊靠杯啦 同學 我威少跟保羅現在帶都同一套潛能啦 紅色火力全開 藍色移動防線 然後乾坤挪移 威少也一樣 就這兩個人是同一套 那我們現在保羅的話 超劫是來到150啦 其實可以更高啦 但是因為我的那個 卡路手是沒有帶到更高啦 有點可惜啦 Wesbroke的話 他現在超劫是133啦 他超劫沒有他特別好 但他跑動129啦 就是接近130啦 當然你可以讓他 這個穿鞋子啦 我是全給他多帶超劫啦 回到可以投上面就可以了 二中一啦 閃電攬截的話 就是在傳球路徑上面 伸出手 超劫對面的球 但是我其實覺得啦 就是這個有點冒險 因為等於說你必須站在 McGrady的路徑上面 所以會導致於他其實蠻容易 就是因此失位 你叫你的另外一個隊友 站在他的右邊 比方說現在 在Sex Curie在這個位置嗎 推薦你的隊友 站在我滑鼠這個位置 然後我呢 站在這個地方 就算我這邊沒有閃電超劫到 我還可以立刻回到他身上 我覺得這樣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是一種類似的 和我聊天 幾位呢 那是一種類似的 我不會再做了 呢 小朋友 我喜歡 我喜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